比特币近期跌宕起伏 64000美元到底该止损还是该进场的 矿工储备开始平稳 交易所的净流量缩减 市场博弈进入了关键时刻 比特币减半赛集 矿企蓄势待发 比特币的挖矿企业 或将面临重新的洗牌 比特币熊市低点价格的大胆预测 不得不说这是熊出了新高度 比特币和以太坊的现货ETF 在香港同时获批 请问美国SEC做何感想呢 机器人横行X平台 马斯克要搞大扫除了 用加密货币重新涨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 一起慢慢并有钱 4月17号星期三 币链何在 我是Michael 我们先来看Deepcoin冠名的 24小时数据头条 这一段时间 比特币的跌宕起伏 应该说所有的短线选手 都是有亏损的对吧 那现在到底是应该割肉止损 还是应该补仓进场呢 我们从比特币的成本区间的 堆积数据URPD来看一下 接着到4月17号上午 比特币在64,000美元附近 仅有18.2万枚的比特币下单 而且还在明显的下降 而在66,000到68,000美元这个区间 最新累积的比特币筹码 从上周的116万枚下降到了109.3万枚 7天时间有近7万枚比特币选择割肉卖出 剩下的继续持币投资者都在承受5%以上的亏损 获取市场短期内这种10%左右的回调 还不足以动摇大家的持币信心 现在市场情绪还是较为稳定的 不过比特币的价格短时间内还是脱离了66,000到68,000的共识区间 如果后续不能够尽快补回共识区间的话 或许会寻求进一步的下探 寻求更低的共识区间 要知道现在的低成本的获利筹码 可是远远多于现阶段的共识区间的筹码的 也就是说68,000左右满手都是获利盘 在过去的一个月以来 交易所的储备量都是持续的净流出 在过去的一周交易所的净流出趋势是明显放小的 而且在比特币反弹到7万名上方的时候 还出现了净流入的现象 那近期比特币的换手率较为频繁 但是净流量基本保持持平 目前市场的进场和离场力量 几乎处在一个均衡的状态 市场的投资者认为说 可能出现了这么十几个点的回调之后 比特币的性价比现在来看还不错 所以大家看到在6万美元左右 能够找到小幅的购买力量 短期撑住了比特币的价格 但是现在不可否认市场的博弈 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比特币的减半还有不到三天的时间 利好落地之后 市场还有持续上行的动力吗 还是说是利好出境会出现小幅的回调呢 可以在评论区我们来讨论一下 我们知道矿工在比特币价格上涨 突破48000美元之后 便一直处于高额获利的抛售区间 几乎占据了市场抛压的三分之一 和此前一样 几乎矿工的卖和买和比特币价格 呈现出负相关的趋势 只要比特币维持上涨高位 矿工的储备就会持续的减少 但是我们看一下近两周以来 矿工的抛压是明显减弱的 而且在最近一周矿工储备不减反增 过去一周矿工储备增加了近2000枚的比特币 出现了小幅的趋势性的拐点 矿工的抛压明显在短时间内是减小了消除了 可见矿工群体对于后续的比特币的持币 是非常有信心的 而且矿工是什么 矿工都是大户或者说周期性囤币的投资者 这是一个长期趋势的良好迹象 当然也能一定程度的减小市场的抛压 给比特币价格支撑 好 请点赞 我们来帮助理24小时币圈这些最疯狂的新闻 我现在在迪拜来参加迪拜的token2049 凡是来参的人 昨天都经历了迪拜最疯狂的一场大雨 气象分析是什么说 就是百年未遇的一场大雨 所有的Sed events 冲的冲 散的散 党的党 取消的取消 一直影响到今天 明天就是token2049的开幕了 所以很多人说这叫遇水则发 对吧 在明后年的这轮牛市中 大家资产后面不加个十几个零 好像对不起这场大雨的润色 所以当下所有的sed events当中 有20%左右是在谈比特币的减半的 昨天就是去参加比特币减半的 meetup的活动挡在了路上 经历了整个水淹迪拜的全过程 我们有4个小时在水里边汤醒 是走路回到的酒店 所以在迪拜 有一部分人是非常担忧 现在etf的强劲流入 是影响了部分矿企股的表现的 大家看到市场对于矿企 营收减半之后是有担忧的 很多的矿企大佬在迪拜的活动上 就保持了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 他们认为说这一次的减半 将会迎来对于市场的一个极大的 整合 让赢家更受益 我们来听一下美国非常著名的矿企 叫clean park 他的首席执行官扎克布莱特福德 他是怎么说的 clean park的执行官扎克布拉德福德表示 矿企股在减半后将有更好的表现 因为这将导致市场份额的整合 而那些规模较小 效率较低的挖矿公司 则可能在这场大洗牌中受到不利影响 因此布拉德福德大胆预测 未来的市场将逐渐合并为四大矿商 包括clean park royd merison 及cypher mining 这个观点也得到了 Mercy执行官弗莱德泰尔的赞同 他甚至将clean park 视为他们在企业并购中的主要竞争对手 从历史上的三次减半来看 每一次减半都是牛市开启 上涨开启的那个关键的阀门 比特币的内生因素 也就是说供需平衡的打破 或是价格上涨的最终动力 供应量减小一半 而市场的需求还在增加 这就会使价格得到注意 那减半之后 当然效率高的矿企会得到有益的助力 但是效率低的规模小的矿企就非常难熬了 对近期意义局势的紧张导致了加密货币的下跌 我想大家也不用恐慌 这只是一个短期的插曲 没有暴跌哪来这么好的入场点位呢 那现在要问的是您到底上车没有您对未来比特币的价格是什么样的一个预期 我们说币圈是什么 币圈离前最近离前进的地方就会有金融的衍生品或者说金融的影子 所以在离前最近的事业当中有一群靠天吃饭的精英 他们玩玩投资买买币卖买币做做行情分析或者价格预测就可以名利双手 比如说著名的投资人分析师威利胡就是其中的一个 威利胡只有工程学学士 除了在福布斯和CoinDesk定期的发表自己的投资见解和投资文章之外 还在世界各地的论坛发表演说 它的特点是什么 它的见解非常的笃到 而且不会介意去谈到比特币的价格或者说价格预测 所以它很多价格预测的文章在业内是非常有名气的 所以在比特币迎来第四次减半还有几天的时间 威利胡做了一个未来比特币熊市低点的一个预测 我们来看看 最近威利胡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 随着更多机构参与比特币现货ETF 传统基金机构将2%的资金配置于比特币 预计将有高达2兆美元的资金流入比特币市场 接着威利胡又引入了用于比较比特币的市值 与其现实价值之间的比例指标LVRV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根据历史数据来推算 比特币未来市值的上下限分别为12.8兆和1.8兆美元 相当于单枚比特币的价格分别为6.5万美元和9.1万美元 因此威利胡大胆的预测 未来比特币的熊市低点将高达9.1万美元一枚 威利胡的预测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过完这一轮牛市之后 可能25年26年迎来熊市的时候 比特币熊市的最低点应该在9万美金 所以再看一下7万美金不到的价格 是不是入场的最佳时机呢 当然这至于每一个人 你对于未来比特币价格走势的一个预测 其实它的这种预测并不难理解 因为比特币的减半确实是一种抑制通胀的机制 它和央行的这种发行的货币来讲 它不是不可预测的 它是定量的不变的可测算的 所以每一次减半都会呈现出通胀的下降趋势 4年每一次的减半实验当中 矿工保护挖矿的收益都会减小一半 那随着比特币供应量流入量减小了一半 那么比特币价格自然更加有吸引力了 2012年我们来看第一次减半 比特币从12美金涨到了1075美金 2016年第二次减半 大约从650美金涨到了2600美金 第三次2020年价格从8727涨到了56000左右 从数据上我们能看得出来 每一次减半比特币价格起点 都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 所以我非常赞同威力虎的预测 至于这个低点到底准不准呢 我们走着瞧吧 以太坊的现货ETF在香港获批了 美媒分析师们有点吃不着葡萄 说葡萄酸的意思 X转为付费榜的APP 马斯克要和机器人账户同归于尽 加世国际华夏基金博石国际和Hashkey Capital 近日相继宣布香港证监会已经原则上批准 他们的比特币和以太坊的现货ETF申请了 所以大家看一下 香港现在算是全球首个批准了以太坊现货ETF的城市 这个力度还算是比较大的 那受到这些利好消息影响 大家看到比特币短时拉涨1.8% 最高来到66558 以太坊也涨了 涨幅还超过了比特币 最高来到了3255美金 可惜的是利好消息的支撑力度明显是不足的 之后比特币以太坊双双开始走低横幅震荡了 对于比特币和以太坊现货ETF在香港同时 获批美国媒体彭博社的资深的ETF分析师 埃里克却用一盆冷水把所有的乐观投资的情绪 给交了个透性量 彭博资深ETF分析师埃里克巴尔丘纳斯表示 即使香港的比特币现货ETF与以太坊现货ETF加起来 资金规模可能已至多5亿美元 远远不及美国的比特币现货ETF 因为香港ETF市场规模很小 只有50亿美元 其次货批的三家发行商 加时国际 华夏基金 博时国际 规模也很小 目前并没有贝莱德这样的巨头参与其中 很多人有问到美国的比特币现货物货本 那看见 现在已经有一个大约的比特币现货币 在香港说到这个HK的股东选货 这一定是很信心的 因为最后这些货币现货出 他们必须回买 更多的币现货币 更加多的监货 所以Eric的说法和判断大概我还是能够理解并且认同的 大家想一想香港的股票现在跌的连青娘都认不得了 更何况这是一个以太坊比特币 游走在合法和非法之间灰色地带的这么一个ETF 他的体验能有多大确实是要打个问号的 不过现在至少香港能够在政策上地位上口号上能够喊一喊 当然香港可以从政策上从地位上从行业的影响力上面来喊一喊单 但是能够带来多大的资金流入真的还是要打个问号 当内地巨大的蓄水池没有向香港开放的时候 我想香港的所谓现货ETF最终还是会成为历史文件的 好 下面这段消息关乎大家的钱包安全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近日加密货币钱包巨头Trust Wallet 它在暗网上发现了一个漏洞 叫做临时差漏洞 这个漏洞专门通过iMessage这样的社交媒体 来侵入你的iPhone手机和苹果系统 它能干什么 它专门盗取数字资产 从1块钱到200万美元这个区间来盗取加密资产 大家要知道现在苹果系统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所以这个信息要大家非常的重视 因为社交软件是我们最常用的 如果社交软件成了侵入的安全短板的话 我们应该如何来保证我们的社交软件 或者说手机系统是足够安全的呢 所以现在世界首富马斯克就非常想给他的 X平台来一次安全的大扫除 去年10月他在新西兰和菲律宾就推出了Not Aboard测试计划 对于想要在X上发文 点赞 添加书签等互动的新账户 收取每年1美元的订阅费 称此举将有助于减少垃圾信息 平台操纵和机器人账户 对此马斯克回复表示 对新用户收取少量费用 成了抑制机器人大军不断侵扰的唯一手段 虽然目前X还没有定案是否会扩大收费 但是此举已造成社群热议 另外也有许多人表示 这并不能阻止机器人账户问题 要知道这个机器人问题确实是马斯克的一块心病 在收购推特的时候 就是差点折在这个机器人账号 到底有多少这个问题上 所以怎么收拾这个机器人呢 收费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大家知道机器人是以规模取胜的 对吧 评论 转发 链接等等 机器人一拥而上 如果一个普通用户无感的利润 但是对于巨大机数来讲 会造成巨大负担的一个收费来讲 确实能够对抑制机器人起到一招制敌的效果 但是收费这一直都是商敌一千次损八百的事情 大家知道一个应用软体从付费到免费很容易 但是要从免费转向付费 我想要付出的代价还是有点大的 好 来看今天的币圈快报 区块链行业盛会Token 2049 Dubai 将于4月18号至4月19号在迪拜举办 然而当地近日正在遭遇极端天气 导致公共服务大面积瘫痪 NFT市场Magic Eden宣布推出比特币NFT系列 出甲BTC Collector Elphys功能 首批支持该功能的比特币NFT系列 包括Nerdmonks、QuantumCats、Bitcoin Purpose等 GM Network ZX平台发文表示 其CyberV系列NFT将于4月24号开吐 该项目将在产品发布时发布更多NFT 但CyberV会是最稀有的系列 Coin Glass数据显示全网ETH期货合约 未评仓头寸为354万枚ETH 约合109.6亿美元 其中BNETH合约未评仓头寸为111万枚ETH 约合34.4亿美元 排名第一 数据显示NFT聚合平台Blur的交易总额 达到100亿美元里程碑 当前该平台的交易者总量约为39.643万个 我经常说的Bitcoin是一个野蛮生长的赛道 很多人称呼一声Michael老师 其实对您的尊敬 我确实不敢为人师 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圈子里头是缺乏标准的 您知道吗 只要你每天花18分钟 在这个领头找一个你喜欢的领域 比如说Define 比如说NFT 比如说BRC20 每年累计下来就是100个小时 您就会在认知层面超过这个领域95%的人 达到老师的水平了 我认为这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要养成一种习惯 一种持续学习的习惯 巴菲特曾经说过人生就像滚雪球 重点是什么 发现很软的雪和很长的坡 投资也是一样的 你要找到稳定的相对来说 能够快速增长的项目和赛道 同时这个项目要能满足长期效应的需求 所以投资也是一样的 就像滚雪球 你只要握得够长久 你就能看到这个雪球越滚越大 你的收益越来越多 所以比特币请您拿好了 好 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觉得我们频道有价值 欢迎给我们点个赞 也欢迎成为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把频道打造的更加专业 在这里头有所有的会员权益 我们从内容到投资赛道上 都希望带领会员朋友 在这轮牛市当中 资产后面加个零 让我们和时间做朋友慢慢变有钱